男孩在学校里到处贴上了让女孩羞耻的话 结果女孩一激动 为了不让同学发现 女孩连忙跑到教室上课 正在上课期间 女孩的妈妈却来到窗户外面 同学们立马分拥而上 小美只能尴尬地躲在后面 她努力地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结果小美妈妈 竟当众拿出了大窗可贴 小美瞬间爆发 随着一声嚎叫 一只红色小熊冒了出来 趁着没人发现小美直接逃走 她赶紧躲进了厕所里 眼看有人要闯进来 小美只好跳窗而逃 妈妈发现连忙追了上去 在街上母女俩你追我赶 最终小美跑回了家里 妈妈也在房间里找到了她 妈妈眼看秘密藏不住 只好把一切全告诉了小美 那是一个战争时期 所有男人都走了 祖先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 在一个红月之夜 向众神许下一个愿望保护她的儿女 众神赐予她的一个神秘的野兽 潜伏在她的身体里 她能随时驾驭变成一个强大的野兽 她成功地抵御了强盗 保护了他们的村子 但是祖先的儿女在成年之后 就会继承这个天赋 代代相传 已经传到了这个新的世界 眼看小美正准备拆掉祠堂 老妈赶紧摘掉自己的项链 告诉她说这一切是可以封印的 但是要等到下一个红月之夜 才可以举办仪式 并将怪物封印 自己身体里的怪物 就是被封印在了这个项链里 但在此之前 你必须控制怪物的出现 你释放的越多 一事就会变得越困难 接着老妈给她搬到了一个 比较大的新房间 晚上小美听到妈妈和爸爸的对话 原来妈妈也是假装镇定 心里其实非常担心自己 这使小美感到非常害怕 缩在一团哭泣着 第二天小美的伙伴 应担心小美 来到了小美家 告诉小美四成乐队 要来开演唱会了 这让小美更加伤心了 因为她现在这个样子 根本无法出门 伙伴们都上前安慰她 平静过后 她又变回了之前的模样 这也让小美找到了 能控制熊猫的办法 就是只要在情绪激动前 想起之前美好的画面 就能控制好情绪 不变成熊猫 经过父母的各种测试 她都能轻松地控制情绪 父母对她的控制力表示惊讶 于是她向父母提出了 想去看演唱会的心愿 但老妈还是不允许小美 离开学校和家 担心她会在演唱会上 变得疯狂起来 从而导致熊猫的爆发 朋友们的情况也都是一样 因为演唱会的门票非常昂贵 家里人便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们 所以他们来到厕所 打算自己挣钱 正当他们在想办法 该如何赚钱时 于是小美利用自己的特点 变成了赚钱的工具 参观武士拍照一百 很快他们便赚得盆满钵满 在此期间小美也得到了 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快乐 正当快要到演唱会的日子 他们却还差一百 就在他们在操场上犯困事 一个他们讨厌的男孩出现了 告诉小美 如果你能成为熊猫 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我就会给你两百块 小美一听心动了 有了这两百块 他们就能参加演唱会了 于是小美答应了男孩的请求 派对这天他们玩得不亦乐乎 小美也成了派对唯一的乐趣 就在四人为计划庆祝时 突然听见了广播里播报演唱会是红月这天 小美瞬间爆发 偏在这时男孩去威胁小美 还开始辱骂她的母亲 这让小美情绪彻底失控 直接将男孩暗倒在地 幸好小美妈妈的出现才挡住了悲剧 老妈也把一切怪罪给了小美的伙伴 认为是小伙伴为了去看演唱会 而去利用小美的特点 小美面对老妈的诉说也没有解释 接着就被老妈带回了家 很快就到了演唱会这天 小伙伴们失望至极的来到售票处前 买了三张门票